我给逆逆好了 张晓鸥 你他妈再说一遍 晓鸥 为什么你冲我来 我留一名 心中只有你孟妮一个人 我留一名 这辈子都不可能 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知道 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身体 别太拼命了 用钱够用了 我只是想让你早点回来 我也想你啊 我尽快赶回去 你也找我好孟叔 然后在家吃好喝好玩好 快过来等我回去 嗯 我先去拿药了 快去忙 进来一名多了吗 这样啊 都挺好的 对了 老大让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怎么样 好 交给你了啊 宁儿 这里呢 有三万块钱 我又接了几部戏 回家的时间可能会追尘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有戏拍总比名戏拍要好 等这几部戏拍完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看你 爱你 一名 什么东西那么香 怎么 他还是不舍得回来是吧 不是 龙妮 我跟你说 老大在那边行情特别好 特别的火 我给他拍了一场戏 身上所有的人都特别佩服他 而且晚上收了工 他都嫌不住 导演 主演 哥哥争着强行请他吃饭 别说实话 要不是我为了上班 我都不想回来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说什么 出去拍戏 是不是因为我跟我爸 他根本就是找借口 他根本就是在这待不住 他因为拿点钱回来 就可以安心地去逍遥了 他不想照顾我跟我爸 他就直说 他找什么借口啊 我一直以为 他是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男人 我现在看 他就是一个逃避 他根本就是逃避 够了 什么逃避 什么逃兵 老大命都快没了 你知道吗 孟妮 你根本不知道 老大为了你付出了 什么样的代价 为了挣钱 为了骗筹 为了那点红包 那什么样的角色都接 什么有词的没词的 武行替身 还有什么怪物特效 露脸的不露脸的 还有死人 死人你知道吗 死人啊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知道吗 感情也太过 却反复上演 老大 说 也许没有我 一鸣哥就不用这么大压力 不用这么辛苦了 压力 压力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 要不然 盖了这好多房子最终都会垮的 是啊是啊 可我该怎么办呀 也许离开她 才是真的爱她 才是真的爱她 你女 刘一鸣那边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提她 因为 因为 她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刘一鸣了 我不想听 你也别说了 这四年来 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又像骑士 又像天使 川志恒 你 你喜欢我吗 谁听过你爱过我 心灵太多的错 感情也太过 却反复上演 你好 我还以为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 妮妮 做我的女朋友吧 好吗 对不起 昨天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 这句话应该由男人来说 我要告诉你 这四年来 我为你做的一切 除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发生内心的深爱以外 没有任何解释 昨天我不能答应你 是因为我怕对不起一鸣 可是不答应你 我觉得我会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自己 妮妮 答应我吧 让我看看你 没错 是你 就是你 占据了我四年的青春时光 和我全部的身心 对不起我 谁听过分手的纲 寻下过的承诺 不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影 血胸过太多 谁想到故事结果 谁想到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你我 曾经清楚这爱过 我 对不起一鸣 虽然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想再拖累你 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去面对 当着你的面 把我们四年来的一切美丽 都打个粉碎 我的选择看起来是这么不堪 这么不到的 现在的你 依然在对我笑着 可我感受到的 这不再是甜蜜和幸福 而是神神的罪恶感 好兄弟 我老妈 老妈 还有我们家念 就交给你了 这四年来 你一直对我悉心地照顾 除了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拿心而理地喜欢 其他的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其实 所有外面堂皇的话 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包括我的父母 我知道 孟妮她不讨厌我 但我也知道 孟妮绝没有像爱你一样的爱我 但是 这样的时候 我无法不对孟妮做出回应 即使在你面前成为了个罪人 一鸣 对不起 不是因为我有钱 而是 我真的爱她 快点 东西拿着 多少吃 不用了 这坐笔机很快要到了 又不是坐火车啊 拿着吧 挣了钱别乱花知道吗 放心吧 那行吧 你这么多东西 下车的时候别忘了 嗯 我那个剧组还有点事 车等我呢 我走了啊 你自己注意安全 到家给姐来个信啊 孟妮 保重 姐会想你的 拜拜 小心点啊 让你走 晚安 你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我回来了 晚上一起吃饭 谢谢啊 谢谢啊 妮儿 好兄弟 一鸣 我有话要跟你说 怎么了 是不是妮儿出什么事了 不是 那孟叔 也不适合 什么话非在门口说呀 走进去说 怎么样 我真有话要跟你说 让我来说 你先回去 我们的事我不想逃避 我想大面跟她说清楚 来来来来 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事啊 这么严重 一鸣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两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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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没来眼去的 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了 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了 行 她不说 全力 你说 尤其 对不起 我跟你你 我跟你 你好 我刚刚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一眠了 我给逆逆好了 张晓鸥 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晓鸥 你干吗留一名 若是未冲我来 人潮在多影 谁胸过太多 谁想的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你我 曾经清楚者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家里的蜡烛 炊呀炊 烛光也流了泪 怀念太奢侈 却羡慕你我 年少无知 我谁看得到的结果 却回不到承诺 也许就这样 爱过 董涵 你留下来陪她一下吧 你留下更好吧 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还不想看见她呢 可不想看见你 我都能想看见你 就像我来ux 梦妮 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 我想好了 不回北京了 你可分手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以后我不管你再生气 都不准拿分手两个再开玩笑 不准拿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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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陈娜 對 是我 帮我盯进酒店 一周 我自己住 又行 你照做就好了 早上好 阿姨 小关 早饭我都做好了 把一鸣叫起来吧 一块吃啊 那个 昨天晚上我们玩了一碗晚 让他多睡会儿 昨天晚上你们半夜三宗回来 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 没有 没喝多 没喝多 就是有点累 阿姨 让他多睡会儿啊 对 我跟你说一样 我一定让他多睡 他想睡到什么时候 睡到什么时候 你也就先吃 我去把行李拿 你吃点早饭呢 那个 那个 以后我不吃了啊 你说这孩子真是 爸 起来啦 理你了 爸 爸 你认得我了 傻女儿 您是我女儿 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 爸 你终于认得我了 怎么了 傻女儿 是不是爸又吓着你了 不是 不是 我高兴 奇怪 我这头啊 成天都是头昏脑胀的 这 那 要不我陪你起来走走 慢点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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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快坐下 怎么了 怎么了 天行地转的 我真的是躺太久了 那我帮你揉揉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我 妮妮 你不是要去北京的吗 我不去北京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一鸣分手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耽误他 想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小话 谁都想要追求梦想 我也想 史丹佛大学的建筑系 我想了一辈子了 你们做领导的 为什么要阻碍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啊 就不能有同理心嘛 你也有儿女啊 你也有家庭啊 我们家的你 你 你 还那么小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你说 说 那里面有什么事 我station一下 你什么事 我一个人就能选择 你怎么能选择 你一个人 你能从来 啊 说 我 告诉我 为什么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呢 我可以离开这里 我可以永远消失在你和张静恒的视线里面 但是我不想做个傻子 告诉我为什么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爱你了 你看着我 再说一遍 事实就是这样 对不起 姨明儿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会背叛我 我不相信我们四年的感情 比不上你和张静恒的四个月 这四年来 陪在五十年 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 张静恒 我分手的纲 剩下过的承诺 懂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影 学习过太多 谁想等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你我 自己情愿者 自己情愿者 爱过 你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遍你 因为我的是 作词 我记得我也不知道 你从哪里的 厉害 你从哪里 的乖 你在我自己地 我自己的辑 你自己的厉害 去你了 你自己的纠楼 刚走 张总 怎么冲那么多烟啊 我们有无烟着气的 我帮你打热门打开 收气啊 张总 给你带点吃的 你趁热吃点吧 放那儿吧 你放心 公司没什么事 有一些要见的客户 我都帮你安排到下周了 就是 有一些要马上签字的文件 我都给你带来了 有空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还有就是 莫总今天下午打来电话了 没什么其他的事 他就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给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我刚从医院那过来的 梦是怎么样 你放心 梦先一切都好 要没什么其他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先是给我打电话啊 记得趁热吃东西 行了 帮我买个手机 好啊 要什么牌子的 和原来一样就行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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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边刚起来呀 还是没睡呀 妈 睡不着啊 那你饿不饿呀 我不吃了吧 妈 儿子 胡说八道 你不吃完能行吗 妈去你这儿吃 来 走 妈 儿子 你怎么回事啊 你有什么事跟妈妈说 要不妈妈都快急死了 你知不知道啊你 我真没事 我就是想一个人进行待会儿 妈 你别再喝了儿子 妈妈问你 是不是梦妮跟张姐很好啊 妈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也不想说 你不听不行 子达你从剧组回来没回家 妈的心里边就犯底了 你回来里头 什么话都不说 你又走了 妈心里边就明白了 这几天 我也想了很多 我现在 已经不舍蒙尼的气了 你们俩好了那么多年 谁也不欠谁的 你把你的好受给了她 她也把她的好受给了你 最不应该的 就是你不在她跟前 你没跟她在一起 要是其他的姑娘 可能早就飞了 若你的爸爸病了以后 我这心哪 真的像一块石头压着一样 我和你爸什么都没说 这人 要讲情谊 讲道义 孟妮一天是你的女朋友 她的困难 就是咱们的困难 他们家的事 也就是咱们家的事 就是砸锅卖铁 才能不能够 埋怨人家孟妮一句啊 你拍戏挣了钱 我和你爸 都给你和孟妮存着呢 现在 孟妮已经改变主意了 你就知道孟妮怕连累你 妈 你说孟妮是不是真的 就怕连累我 其实她跟我说分手 是骗我的是吗 儿子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去过孟妮家 我看到她和张立恒在一起 谁看到 都像一对 你和孟妮是一见钟情 可是什么当中 最牢靠 最稳固的 就是日久生情啊 儿子 妈妈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爸呢 他也是这个意思 这孩子大了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处理 人这一生啊 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坎儿 谁帮你 都是不行的 儿子 放心吧 妈 我没事啊 听妈的就行啊 儿子 妈啊 儿子 那你听妈的话 去吃饭行吗 我吃 好好好 妈妈给你做好不好 好好好 听话啊 老妈 是啊 回来了 我前段时间手机坏了 新换了 不是 主要是那边的客户实在是太热情了 今天什么时候回家 好 晚上见 拜拜 董总 你要多喝几杯 够多了 出来喝酒 打牌刀 几杯老总先喝啥 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啊 好 谢谢 谢谢 老大 何地方 出来喝酒 我这儿跟客户拼命呢 他算了 别 我这弄完过去找你 我这儿跟客户拼命传地 你就是刘一鸣 我想考国系 你以为你叫我表演吗 带着爱的无奈 走开 承认感情已经表白 想尋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 一起肩并肩顺过泛华的眼 你对不起 我给你你好 这四年来 陪在我身边 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 其实我希望 可以给你一辈子的幸福 我那儿也会分开 对不对 我爱情匆匆告白 没太多的期待 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 带着爱的无奈 走开 承认感情已经表白 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 一起肩并肩穿过泛华的夜 剩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结 等待你自我写手 你干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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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我还不拿酒啊 我还好吗 我还好吗 我还没喝水 我还好喝酒 我还好喝酒 我还好喝酒啊 我还好喝酒 我还好喝酒 你说 你不能打我哥 我还说 你不能打我哥 不能打我哥 我再看 刘一鸣 你还是我儿子刘一鸣吗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像刘老酒 刘酒鬼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 从早到晚 睁开眼睛就喝呀 你把自己喝死啊 你爱了这个孟丁四年 离开她你就活不了了 是吗 那我跟你妈 爱了你二十几年 你想过没有 你真要喝出个好歹来 我和你妈还怎么活得下去 是 他还让我失望了你 我一直对你有信心呢 现在看见你这个样 我活得心都没了 谁不遇到点困难 谁不遇到点坎坷 都像你这样 那还活吗 刘一鸣那个我记住 以后做事想问题 都不要忘记 自己是个男子 我怎么说没有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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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小婉 你别了 二婉 你别了 二婉 你别了 二婉 你别在这儿 老头子 你干什么呀 你糟了 你在那儿 老头子 儿子 老头子 妈 儿子 我从小到大 我也是第一次 这么看不起我自己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这么看不起我自己 我也是第一次 大哥 大哥 饿了吗 你饿了啊 嗯 那你赶快去吃饭吧 就不用送我回家了 我是说咱们两个一起 对不起啊 没关系啊 我们两个现在 都需要点时间去适应 你要是不适应 我们俩现在的关系的话 你可以继续把我当成是你的 提示啊 一鸣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你要实在不喜欢 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话 你可一定要告诉我 没有没有 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 这好 给我点时间 让我去试一会 我懂 其实一鸣给我的压力 不比你小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 所以呢 别乱想 我和你一样 都需要时间 不过 我会继续努力的 儿子呢 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让多睡会儿 你也赶紧去 爸 今儿我跟你一起出担 我准备一下 先生请问你是需要卖房呢 还是买房呢 我想租房 给我你们这最便宜的一局是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爸 又喂 儿子 儿子 你看看你妈给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 我说老太婆 我跟你提个意见行不 我天天出去干活 你也没这么慰问过我啊 你儿子今天就出去干了这么一天活 你看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 你吃醋啊 你没吃醉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所有的菜 都是那关海买的 关海 这关海 怎么着 把那么公司老板给打劫了啊 叔 回来了 叔 大安 回来 咋了 说白去 干啥呢 不跟你说的 不让你乱花钱 叔 叔 叔 听我说啊 那个 我在你们家也住宿完时间了 现在 我决定搬走 这顿饭就当我向大家辞行 为什么呀 我有位哥们儿啊 防空着 然后很便宜的就租给吧 再便宜 是不是也得花钱啊 该花的钱得花呀 叔叔阿姨睡觉那么轻 我那工作 晚上喝酒喝到半夜 总答案她们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再说了 自己住 舒服 方便 去门她妈什么时候 来 别跟我去当妈 我还懂她妈 走班怎么到什么时候了 行了 去酒吃饭 叔阿姨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 小心点啊 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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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看看 看看 什么呀 这房不错呀 感觉还挺惬意的 有那么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有那么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我说你小子行啊 不仅把我骗了 把我爸 我妈也给骗了 你租这房子干嘛 你住我们家不就成了吗 你这无形当中是不是又花了一笔费用 你有钱了啊 老大 首先 我要不那么说的话 叔叔阿姨肯定不让我走 还有不是所有的钱能省就省的 最主要的 我是想和冰冰 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空间 这我懂啊 老大 有些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要觉得不该讲你别讲 你要觉得真该讲 你就说来听听 我一直以为 就算冰冰变了 孟妮都不会变 你别生气啊 我是想说 如果你和孟妮在一块的话 天天在一块的话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所以说呀 两个人真的不能分开太久 我跟冰冰 现在我俩之间隔着她妈 整天都见不着面 如果哪一天真出了问题的话 我肠子不都得毁清了呀 老大 我 我可能说中了 你没事吧 他已经这样了 他已经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事啊 还能有什么事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如果搬家嘛 也没带什么礼物过来 就当班暖房了 你拿着 你拿着 我们家在海上 你们家不在这儿 我没什么花钱的地儿 再说我现在也没女朋友啊 我有工资 你还有清兵呢 你花钱地儿多了 老大 这钱是你拼了命赚的 我怎么拿 你让我怎么拿 兄弟啊 你知道我刘一鸣拼了命赚这份钱 是为了什么 为了孟妮 也对 但是也不对 我刘一鸣曾经问过我自己 我那么辛苦地拍戏 演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角色 到底为了什么 后来我想明白了 是为了我身边珍惜的人 孟妮曾经是我珍惜的人 但是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 可是我现在身边还有很多 值得我珍惜的 我爸我妈 还有像你这样的好兄弟 兄弟啊 这钱你收我的门 我会非常开心 行了 时间不早了 你再会休息 还有啊 不用送了 这南瓜子对我们前天献好 这 我给儿子留着呢 瞧你 老爹老妈 我回来了 老大 我要关送酒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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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真是个好孩子 懂事儿 我这兄弟啊 人非常不错 你喝 儿子好 我自己来 怎么着 明天还跟老爸出去学修车去 去啊 不过我可有个要求啊 明天去必须得教我点技术 类似于补胎 不可能 你要在边上看 自己能学会了 那是你自己的本事 您看看您爱人这态度 老头子 态度好点啊 别以为自己有点技术去白补 做人要低调 低调 儿子 我您放洗澡水去啊 妈咪 我爱你 笑 儿子 你把我小的时候 那学徒师父教你 可能吗 都是偷偷学的手艺 你想 偷偷学来的手艺 他得多珍惜啊 你就说这修制行车吧 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我车坏了 我到徐叔叔那修去 我一来二往的 我也学会了 所以退了修啊 我就去帮他忙去了 你看见你徐叔叔了吧 四十岁不到的时候呢 他下岗了 上有老下有小 他的养活着 东罗西界 弄了点钱 开了现在这么个 修制行车的铺子 日子刚想好了 母亲查出来得了癌症 老父亲呢 一着急 得了个老血酸 老岳父老岳母呢 又出事了 岳父呢是高血压 得了一个中风 老岳母一急 得了个偏瘫 没完呢 爱人又出事了 说是得了一个什么 就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个疾病 抵抗力低 出家就感冒 天天在家猫着 这就是你徐叔叔 不是徐叔叔 他们家不是还有孩子吗 就一个呀 也是个儿子 考上大学了 黑龙江 在那毕业以后呢 走了工作 安了家了 当上门女婿去了 要搁在你老爸我身上 门都没有 我肯定不会答应 但你徐叔叔是啥态度呢 老刘 我儿子结婚了 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 这下我儿子可有笨头了 生活有后盾了 我服了 我觉得像徐叔叔这样的人啊 他就是活明白的 儿子说得好 所以你老爸我呀 这么些年也是潜移默化地跟他学 你兄弟打小啊 有你这个特殊的爱好 没有考上我跟你妈希望的那个大学 对吧 但是我跟你妈都支持你 因为我们儿子走的是正道 我们放心 但我们也知道啊 他都遇到坎坷 困难 遇到挫折 失恋 还有啊 老爸老妈 攒的是十几万块钱 不也都花了吗 这是个事 不都发生了吗 你老爸你看出来没 依然快快乐乐的 为啥呀 咱家这点事 给人徐叔叔家庭 那还叫事呢 我呀 烧高香了 烧高香了 太知足了呀 儿子啊 孟宁儿啊 是个好孩子 她不容易啊 她现在的这个选择和决定 对你 对她 对她 对她爸 那都是好事 她爸这个身体 还能扛多久 往长了说 三年五年 十几年 那往短了说呢 她就不好说了呀 所以孟宁儿的心里 她有多焦虑呀 对不对 她不容易 咱们呢 多理解她 以后呢 万一过了很多年 她要遇到什么困难 求到你面前的 你还必须得帮助 这是做人的基本厚道 记住五楼 不知道 什么都是浮云 好好地活着 学会知足 老爸进去了 爸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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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叔 我是刘一鸣 你还记得我吗 刘一鸣 刘一鸣 从目前恢复的情况看 孟老先生可以出院了 我妈外伤虽然是好了 那他老明痴呆症怎么办 这个问题 短时间内从他解决不了 或者是根本解决不了 我的意见呢 下一步应该安排老爷子 去疗养院 而不是一直住在医院里 嗯 知道了 谢谢 孟老先生 下棋呢 爸 爸 爸 跟谁下棋呢 该你 刚才有人来看过我爸吗 不知道啊 一会儿我可以去问问 也许是四号床的老王 那可是个老棋迷 天天端着棋盘子到处找人下棋 张志恒 哎 洪叔 该你 你 好嘞 来 我陪你下 病人如果还能下棋的话 说明他大脑的逻辑思维还是清晰的 应该鼓励 该你 好嘞 该你 对 那个疗养院呀 好事挺好的 可我觉得也太贵了 而且都不在医保范围里面 如果要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呀 那就不是问题 以他们那儿现在的环境设备 还有医生的水平来说 对孟叔叔确实有好处 可是 你 你你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告诉我 要我好好的照顾孟叔叔 这次听我的 好吗 正好 是我要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我们走喽 明天 我跟孟叔在吃饭了没 别急啊 小心一点 好 好 那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还行 挺好的 挺好的 通过你们的治疗 这几天恢复得不错感觉咯 故事啊 那个王叔叔呢 不清楚啊 哦 老王他出去治疗去了 哦 那我信息就放在这儿 回头你帮我谢谢他 好嘞 谢谢啊 好 今儿这么清闲 你怎么没陪老爸呀 这横把他转到之前那家疗养院去了 疗养院 嗯 就是在海边那家 骑士就是骑士 行行行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 怎么弄得跟难民营回来似的 就我那摄影棚 还不录难民营呢 我们那教练知道我们队里有个女孩发胖了 拍照前竟然让她去灌场 灌场 为什么 拍照的时候显瘦呗 那女孩两次又撑不住了 要我说 拿电脑修一修也行 就不拿摩托当人 天哪 这真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也是 人比人还能比啊 怎么样 你这个张少奶奶当的 别胡说 什么少奶奶 我才没胡说呢 你爸现在病也还可以 生活上呢 你又没有什么顾虑 我要是你的话 就每天睡到自然醒 醒了以后呢 吃一顿营养早餐 再做一个瑜伽 中午呢 睡一个午觉 醒了以后去 做面膜 做肢戒 购物 晚上以后就跟你的骑士 睡一畔 internationally 大也长膜اص 烘烘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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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行啦 她几天没见你 她一套也一套呢 有 现在还不能说你了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这天天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 还这么年轻 总得干点什么吧 妮子 你是不是大小姐的生活过惯了 要不你也像我一样 找一份工作 你就知道社会的残酷性了 去走 这个呢是我们创意部门给七度空间 少女 公主和优雅系列做的广告宣传创意 公主系列的创意呢是 即使没有王子我也是公主 少女系列的创意呢是 我的叔父我来定 莫主 对不起啊 问你一下 之前住这个床的孟一星 是不是换房间了 那哪儿啊 转院了 为什么呀 我也不太清楚 听说好像是转去滨海疗养院的 不要记得吃啊 爸 吃点水果 那走了啊 给 我说了 我说了 你说多奇怪 以前一鸣在的时候 和一鸣没钱 住不起这么好的良远远发愁 可现在有了之行 好像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可心里怎么还是空牢牢的 妮妮 妮妮啊 爸 看什么呢 特长这么大了 你看好漂亮 这哪儿是我呀 爸 呵呵 妮妮 呵 呵 呵 好 谢谢大家